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8号 爸爸节 恭祝各位爸爸们 这个假日快乐 那个这边是高雄市左营区 前我讲的是前已经被毁灭的 前海军大院 这个大陆人知道海军大院是什么 那其他我就不讲了 反正这边以前很多军人是大陆来台的就对了 从1949年从大陆来台的海军 所以我曾经讲过南枪北调很多 很多人喜欢听我讲黑话 黑话点阅率很高 但是我不敢多讲 因为黑话现在还很流行 很多人我的童年晚版还在讲 在这个区域的人还在讲 那如果说有兴趣来听的话 我就找几个人随便找几个人 你就可以听到完整的黑话 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公开的放送的话 可能管区派出所警员就会来跟我讲了 吴先生我要跟你学一点黑话 我说谢谢了不用了 你多去抓几个盗贼吧 这边盗贼猖獗了一塌糊涂 OK好题外话 我现在来直接讲一下 南枪北调是我们小的时候 我是1955年出生 民国44年就在后面这个房子出生的 就在这边长大的 在这海军大院里面长大的 所以我们从小听那个长辈 像我父亲那一辈的人 那些老军人他们讲都是各省的方言 那因为军人嘛 所以有军官有士官有士兵 这些就是分子龙蛇混杂 各种你都可以听得到 而且先父是一个医生 所以家里有开诊所 所以来看病的人 不会知乎者也的 吉利挖乱叫那是尝试 当然了 那个三字金那些粗话 那是粗口那是 在我也当过兵 台湾人嘛 以前服兵役 我也服过兵役 所以这个军中 不会给你知乎者也的 哪个军人不讲脏话 那才怪了 哪怕他是上将 还是他这个 士兴上将都一样 八顿不讲脏话 就不叫八顿了 那就叫九顿 或者是三顿 两顿一顿 那我先讲一个 我前几天讲说 因为我已经 我所有录的东西 我大部分都试讲过 跟一些相关的学者 专家们试讲过 一定要他们觉得 听了觉得有意思 我才会继续录 那我今天这一段 曾经讲过很久 有很多人说这个 尽量不要讲 那因为这个有黄段子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出口 这个尽量不要 可能会损耗你的这个 形象 真的还有什么形象可言 今天热这边热的 我现在全身大汗 那个汗像水一样 在流下来 所以我只能穿这个 我的腿上也都是汗 好 言归正传 今天我讲一个 讲一个我们小的时候 看到那些大人 比如说你几天 一阵子不见 你突然发达了 你有钱了 有钱的时候 就穿金带银 走路就广当 那我就听到 那些长辈们 他们就互相调侃 怎么调侃呢 比如说山东人 原来是你啊 你怎么几天不见 你就 就是他穿金带银 其实也没有多少钱 军人能够怎么混到 怎么多开呢 看混不了多开了 如果突然有一笔 不义制裁出现的话 那一定是贪污 那这个很可能被军阀审判 可能就被毙掉了 在那个时代 这个 好 刚讲那是山东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 如果说是陕西那边的话 它就不是安了 也不是 它是恶 恶 恶屑是C年 一样 我说是谁呢 就怀疑 其实他怎么会不认识呢 他老朋友 他有些袍泽 他们是弟兄 从大陆一起来的 可能在船上有什么 同事过 恶屑是C年 那当然后面 基本上一样 那就不稀奇了 OK 跳到第二代 我是第二代 第二代的这个 所谓的外神老兵的第二代 那我们想到说 讲黑话 黑话部分我们不讲 因为那个东西 我刚讲过 讲了以后 管局派出所会来拜访 那我就不要了 我讲一下俏皮话 也就是先后 到了我们这代 我们会怎么讲呢 比如说 几天不见你发达了 但我们不是军人了 你发达那很正常嘛 你说像什么郭台铭 什么XXX的 一大堆人都是 都是白手起家 一下变成巨富 都在我们眼前的 泡泡跳 变成巨富的 OK 那我们会怎么讲呢 有 几天不见 你知道割了包皮 屌开了吗 你割了包皮 屌开了 就是你很屌的意思 你看 是这样讲的 OK 那如果我们再套一点 这个口头的粗话好了 你他妈的割了包皮 屌开了 是吗 就这样子 其实这个同样一件事情 两代之间 他用的语言不一样 到了我儿子那一代 现在大概三十几岁 到四十岁之间的这些人 他们讲的是 又是另外一套 那一套我就不讲了 因为那个 不是我年龄的范围 我是讲到 我们上一代 跟我们这一代 这些都是消失的声音 现在我如果说 在课堂上我讲 因为我教都是成人嘛 所以我常会讲 为了提大家提神嘛 我就会讲一点黄段子 其实这黄段子 大家听的时候 笑得半死 然后以后 老远看到我就说 就会把这个 跟我的课程联想 这个联想是蛮糟糕的 所以我 有人跟我讲说 有学者跟我讲说 你最好谨慎的使用 我说是啊 那我今天试一段这个 如果说点阅率不高的话 或者高太高 或者是有人有什么样的话 我立刻切断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